大家好,今天是7月16號 英國防疫生活117天 不知道大家今天過得好嗎?心情如何? 想要來分享一下我昨天晚上收到一個包裹 我是來自澳洲的高中同學訂了很多食物 等一下我會貼一張照片就知道有多多了 然後非常感謝他說要支持我藝術家的生活 希望我可以不覺得孤單 然後可以好好的做好藝術創作 謝謝你 我收到的時候真的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感動 本來昨天晚上很想錄但是因為哭了很久所以 今天錄的時候想說不要哭比較好 因為這樣子就錄不下去 謝謝他 貨費 挖了 很多錢在 Vetress 英國超級市場 線上購物 然後 請 送貨專員送到我家 然後這是他上次送我的衛生紙 我現在 才要打開來用 因為之前自己買的 呃 好像是24卷的衛生紙 總 才用完 用了 三個月以上吧 今天終於要用他送我的衛生紙 我 不知道該怎麼說 我對他真的 非常感謝 還有感謝所有的 朋友 關心我 真正關心我的朋友和家人 謝謝 謝謝 住在南韓的朋友捐了100個口罩給我 我捐了 其中76個口罩給老養院 謝謝在南韓的朋友和媽媽 他的媽媽 支持我們 捐口罩的 事情 也謝謝在台灣的 長輩自己用 縫紋機 用手親自縫製的 口罩套 然後還有他的朋友 捐贈 非常多 幾百個口罩給我們 全部都捐出去了 我能做的事情非常少 但是我 很感動我周遭的人跟我一起 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 謝謝所有寄給我包裹 鼓勵著我繼續在英國走下去的朋友 在英國這11年 遇到很多 事情 我幾乎 都沒有說 因為說了有什麼用 只會 製造給別人麻煩 別人就都覺得 住在英國的人 總是生活條件很優越 總是每天 都顯現沒事做 我能說什麼呢 在英國這11年 人生面對很多挑戰的時候 都告訴自己 不管如何就是擦乾眼淚 繼續好好活著 也是這樣一路熬了過來 總是告訴自己 要微笑堅強的面對這一切 不管別人再怎麼說我 就是過自己 想過的生活 該過的生活 直到這次的疫情 好像在這11年來 受到的 嘲笑跟看不起 在這三個月 爆發了 可能就是因為壓抑太久了 我真的不懂 在疫情當中 為什麼要嘲笑我 住在家裡 在家裡三個月不出門 在疫情當中 不需要去批評別人的生活 別人想出去就出去 想要去散步就散步 像我就想要待在家裡 就讓我待在家裡 我待在家裡 也沒有害到任何人 也沒有影響要出去散步的人 這是一個自由 安全 的方式 我想要在家 我想要很自由的 在我家裡 待了三個月 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需要嘲笑一個 因為疫情而在家裡 待三個月的人 還有也不需要嘲笑 因為疫情沒有車 而困在家裡的人 並不是每個人在英國都有車 有車沒車都是個人的選擇 也更不需要嘲笑 在英國沒有Costcar的人吧 我自己一個人 跟先生住在英國 我們就兩個人 有需要去大賣場買食物嗎 我們根本吃不完 我們不吃肉 只吃菜 吃我們自己種的菜 我們吃的很少 大賣場的大包 的食物 根本不適合我們 不需要因為我沒有辦法 或是我沒有會員卡 而來嘲笑我吧 我覺得人生真的有很多選擇 還有一件事 我做YouTube 我從來也沒有想過我會去做YouTube 而是因為在閉關的這三個月 我沒有賣出任何的陶瓷 我到底要怎麼維生 我發現YouTube是一個可以讓我自己 講一些內心話的地方 可以讓我自己訓練自己的講話能力 可以讓我自己成長的地方 做YouTube 我也沒有傷害到任何人 也沒有請任何人捐款給我 我其實不懂 做YouTube傷害到誰嗎 做YouTube影響到誰的生活嗎 如果不想訂閱不想看 就這樣就好了 我就是記錄我自己的生活 也不是什麼主流的頻道 根本沒有什麼業配 也沒有賣什麼東西 就是記錄我 最生死的生活 我其實不了解 嘲笑我之後 如果你覺得生活會過得更好 那你就繼續笑吧 因為我就是這樣子過生活 我真的 不懂 買水果 買打折的水果 也要被嘲笑 也要被看不起 難道這個世界上都是 生活很優越的人嗎 明明 經濟 明明失業的人都這麼多 節省一點過生活 難道不好嗎 而且我節省 也沒有影響到你們花錢啊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說好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說好 我也從來沒有強迫任何人 購買我的陶瓷 身為藝術家 我們也需要吃飯 我們不能只喝空氣 只吸空氣 我們跟平常人一樣 每天該做的工作 每天該創作的陶瓷 都是要做的 不可能每天躺在家裡 就有人會買我們的陶瓷作品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藝術家的想法是什麼 大家對於住在英國 應該要什麼樣子 還有一點 就算我沒有住在倫敦 我還是可以做好我自己該做的藝術 請不要再拿我 跟住在倫敦的華人比較好嗎 我就是我自己 他們是他們 我們的生活 完全不相似 我不認識他們 他們也不認識我 為什麼 我有什麼要拿我的生活跟他們比較 全英國這麼大 不只只有倫敦 可以住的地方也很多 可以選擇 的方式也很多 不管我做什麼決定 過怎樣的生活 我沒有傷害到你們 我也沒有傷害到別人 在家三個月不出門 有傷害到任何人嗎 在家三個月多 沒有賣出任何套吃 有傷害到任何人嗎 這就是我的生活 我多麼希望我更有能力 可以幫助別人 也可以幫助我自己 我多麼希望我可以不需要接受別人的幫忙 別人的物資 我可以幫忙我們村裡 需要吃飯的孩子 單親家庭老人 免費公餐給他們吃 但是 我想做的事情非常多 但是沒辦法我面臨到的困難 我就是必須要撐下去 不讓我沒有辦法繼續做套吃 我也沒有辦法繼續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生活 我不知道為什麼 人生有這麼難嗎 活著有這麼難嗎 活著不是就是為了一口氣 一頓飯 一口氣沒了就走了 如果妳覺得嘲笑我 請妳們在 比較 攻擊別人的時候 說別人的時候 想想 有必要嗎 人生不是就是為了一口氣 沒有辦法呼吸就走了 如果妳覺得 如果妳覺得嘲笑我 看不起我 可以讓妳的生活過得更開心 那妳就繼續吧 請記得 我沒有嘲笑妳的生活 也沒有去批評妳的生活 而妳其實也沒資格來批評我的生活 因為我沒有傷害到妳 因為我沒有傷害到妳